他们那个训练 然后是还要选择有天赋的运动员 你觉得你是有天赋的乒乓球运动员吗 显然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不是那种 真正的就特别有天赋的 从小的时候 选才上来讲呢 教练不认为我是有 就是一个好瞄子 这个身高不算天赋吧 个儿矮算乒乓球的天赋 就是因为个儿矮嘛 包括这个在我之前 在我之后都没有我这么矮的人 拿世界冠军的 所以确实从选才要求上来讲 不符合选才的要求 你比这回这个伊藤美成是高 你比他还低一点点 他高 但是你看道人亚平手里 就说我矮啊 每一下都是扣球 每一个球都是机会 看球全是高的 那还是有天赋 你说任何人经过刻苦的努力 都成为世界冠军 这是不可能的 你没有天赋 天赋我原来认为占60% 我现在甚至认为占80% 这80%是上天给你的 你没有 你凭借你努力 你是没有这个 行 叶余教练说完了 专业再说 就是对 我现在 一定要说真话 你不能去瞎鼓励人家 我现在说有一种天赋 是身体上 身高上 这些东西的天赋 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像你们比赛到高精尖 那个程度啊 有没有一种心理上的天赋 一定有 就是毫厘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那你像咱们肯定就怂了 你都到不了那份就怂了 你那份远着呢 真的 心理素质嘛 我们简称叫心理素质 小的时候 其实这个竞技体育选材啊 他难就难在心理素质上的这个选上 因为从小的时候 刚才马爷说了 其实他是从客观来看一个孩子 因为小的时候选材 你就是看你胳膊腿长短 怎么样 父母 你要像体操运动员要选的话 还要看看爸爸妈妈身高 太高了他也不行 那打篮球打排球 也得看看爸爸妈妈 你到底能长多高 他这个客观条件 确实他一开始选的时候 他只能选客观 但谁也看不到你的内心 谁也看不到你的这个意志品质 是吧 所以这个是最难的 你只能选他的这个 外在的身体的条件 但是你觉得他练得还挺好 练到一定程度以后 他一打比赛就说了 有的运动员就爱紧张 运动员他就有的运动员呢 人来风 场子越大他越来劲 有的运动员 你属于 对我属于这种 人来风 对我属于人越多 我越兴奋 我不怕 我不怕这个 这个这个去比赛 我喜欢比赛 但是很多女孩子是怕比赛 所以这也是不一样 还好这次没去 这次没人看 没人看 反而我可能没那么兴奋了 是这样子的 有这种素质 我觉得 所以这个呢 就是从小时候 很难看得到 就是基层的 就是我们的启蒙教练 是很难看到孩子 这样的一个天性的东西 这是天性 我们讲这是天分 就是这个孩子本身 他心理素质就是好 他就是擅长于 说打硬仗 他就敢上 他敢往上顶 他可能求本来不咋地 但是你说 有时候大家难受的时候吧 说我上 他就有这劲儿 他有这个 有这样的运动员 不是靠培养出来的 有的是 这个不是培养成的 他不能弩 他不能弩着去 他心里不是那么想 他非说我抓着 就是装不出来 我注意到一个情况 就是说 在内地看体育比赛 那个评论员 特别多地强调 心理素质的问题 对啊 但是呢 在你听英文的解说 和听广东话的解说 很少讲这个 我们很熟悉这样的话 到这个时候 已经是比心理素质了 对不对 技术 什么 这些都不重要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放平心态 对对对 这些像心理辅导一样 而且他会指导他 对不对 运动员最好 把前面的分数忘掉 从现在开始什么什么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我们 比较看重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至于顶尖运动员的话 包括教练 包括运动员 其实我们打到最后的 就是看心态 就是看你的心理素质 就是大家就是这个 真的是没有什么 太大的差别 包括这个对手是 这一个阶段 比如我们一代人 这一代人是天天打的了 像现在的 像孙尹沙跟 一层美城两个人 就这一次的吧 对对对 这一次的 他俩俩后边十年 都得他俩打 那前来打了 我一看 这都是娃娃脸 就是00后 对 真的是 那就像我们那个时代 像我跟乔宏 我们两个人 那就是打了 差不多八年十年 就是我们俩 世界排名第一第二 第一第二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的对手 朝鲜的呀 韩国的呀 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对手 那这一代人 小三次力 对 这一代人 就是他 我们叫一代人 就是一批 这一批的话 那他永远在那 就像羽毛球的 林丹跟李宗伟 那道理也是一样 他俩得打好长时间了 两个人实力接近 对 就看心理素质 是的 有的人就是说呢 你比如说 说这次孙颖沙 说孙颖沙实际上 实力就是比一腾美城强 你们说的这个实力 又是根据什么标准 说他比他实力强 实力讲的是技术 是什么 那你能说一腾美城 技术在哪方面 就差过孙颖沙 是的 是的 比如说哪方面 比如说 我那因为这个 奥运会 做了一些复盘 对 然后当然 大家很爱看了 然后好多人 也给我留言 说你这个复盘 是不是太细了 这个细了以后呢 他很细致的讲 每一句的分析 然后呢 那个日本人学会了 这样子是不是就 把招偷过去了 对对对 出卖国家机密 刚才回答您的问题 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总体来讲吧 我说的是假的 给我们说点假的 是为了骗日本人 给我们说点假的 所以你刚才说完 我要听这个 像这个整体来讲呢 伊藤的球呢 它的变化 和它的这个发球的 尤其它的发球变化 会比较多 大家可能看 它的动作也是 很夸张 对对对 比较多的变化 包括这个 跟我们发球不太一样 这个 就比较夸张 就像您说的 动作比较大 然后呢 它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这是它的特点 强的比较狠 就是打的也比较狠 总体的打法呢 跟我很相似 总体的打法 跟我很相似 哎呦 我是不好意思说 我就这么说 有点有点 有点屈尊您了 哎呦 我说这 它这个 但是它有种 那个劲头 是的 它呢 总体的实力 不够厚 就是它是靠变化 和这个快速 或者凶狠 那么前一两下 两三下的搏杀 对它 然后再加上 它那个 比较凶狠吧 那个样子 可能感觉上来以后呢 我们打几个球以后呢 被它那个气势 可能被它罩住了以后 感觉你很难受 但实质上来讲呢 如果打到后边一点 打开了就不 稍微得打后边一点 前两下 一两下 扛住它 然后呢 适应它的速度 适应它的这种搏杀 然后打成实力球 那是我们一定上风 因为我们整体的 现在的打法 是弧拳加快攻 这样的一个打法 我们又有旋转 又有速度 我们还有力量 所以说呢 我们打到后边 是我们占优 所以整体的后视程度 我们讲实力 这是实力 这真正的实力 是在后边 那是我们要比它强 但是呢 就是所以说 这一次的比赛呢 就是孙颖沙好在哪呢 就是你强的时候 我也强 你博的时候 我也要博 就是强强对抗的时候 我一点不示弱 就是不能让他 只摁着你打 有一局 有一局他占先的 好像是第二局吧 9比3 9比3 然后给他扳回来 扳回来了以后呢 他气势上就弱了 对了 这个很重要 这一局 其实啊 那个时候挺危险的 因为中国老百姓啊 高度关注 是的 对不对 这一场要是输了的话 后来成梦 压力就更大了 整个这个事情 对 当然国际拼携肯定很开心 对不对 对促进乒乓球 全世界发展 是有好处的 一层贡献非常大 当然 可以说 没错 然后做了很多那个敦煌的飞天的那个动作 真的有很多 国际拼携这么多年来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败中国 就是要让乒乓球成为一个能够竞争的比赛 在他们看来 这个比赛已经没法竞争了 中国队出去又是跟海外兵团打 对不对 海外兵团又把全世界先扫掉了 留下来的精英跟中国打 所以出了一个一层每层 客观来说对乒乓球运动的发展 对 是有贡献的 没错 但是老百姓的那个内份情绪啊 点击率之高 你看他跟那个后来单打的那个半决赛吧 对 收看的人之多 还有真是贡献很多 您说这个我就可以给你们看一段小视频啊 咱们这个这个亚平带来的就是 哎你看他主要他现在就是个贵妇 还有妈还哪来的贵妇 我想唤起嘛 咱们当年这个这个回忆 然后接着之后呢 你看他讲讲义腾美成的发球 我觉得挺逗 来咱们看看 哦你们还有准备呢 对对对 当然了 看这当年邓亚平 对对面是谁呀 韩国 韩国的 你没说多大呀 哇 哎 不一样 这个是97年1997年 哦这是24年 对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现在我们游戏运动员动作 剧情运动员我都不说了啊 日本的队的 哈哈 哈哈哈哈 特别夸张是吧 按紧 紧的 用半天 有点像 不用管他 钉他那一下 就行了 中国队的 八球呢 特点是什么呢 前面动作都很小 然后 棒一下 特别快 这是个我们跟他不一样 然后放完以后的 假动作是有的 我们是 离过你的 在前面那个 哈哈哈哈 中国队不大错的 我发现还真的是 要不说你过去看那个日本五十道那电影 你发现没有 都是预备动作很多 他这个 真打起来 故意这么弄的 还是说是他个人的 真的技术上需要的呢 就对套花枪啊 对不不 技术上就是这一下 我就看这个伊藤伟臣啊 这个发球的时候都路回头了 就这 对对 这个间这样的 就是脚痛着 他都倒过来 这儿是桌子 他都这样 然后他要先看桌子 说桌子什么都没有 然后看球 油球 其实是 他为什么 我觉得好像有点仪式感一样 就是我真的就对了 但问题 他刚才武艺中说了个问题 他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 真是武士道 对 日本文化中 他很注重这种仪式感 嗯 这种仪式 我们是讲叫实用 你看他在说的时候是很实用 所以以前他都没用的 都没用的 那对 是不是啊 他就是个文化嘛 文化他 那所有的教练都会告诉你 你比如咱们真出一个运动员 这么干的时候 这教练员肯定上 你说你别够玩 对对 没有用的 那倒是 花架子 花架子 对对对 但是他那边不是 他就是要这个 你比如你看日本的那个建树 日本的那个建树 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他一定要有一套仪式感的东西 工本五照 对 是吧 我注意了 他那个转来转去 不同的转法 对是的 我说我们要必须宽泛一点 看待这个世界对运动的一个态度 就是他是他的态度 对 你看着很高兴就行了 对不对 你不能要求他所有的人 都是按照一个路数去发球 过去现在很少了 过去那高抛球 抛那么老高 很多人愿意看这个过程 对吧 那就是我觉得 要允许在乒乓球运动员 我们乒乓球这个运动 在发展到今天应该是百花旗 越是这样的运动员推荐 对这个 当然了 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说的 我现在说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我在这个平台上 各个平台上看的那个 大部分人是对这个东西是负面评价 是吗 当然了 我挺爱看的 公众对它 它是负面的 但是我觉得你负面的是你个人的事 但是不能宣传成一个整体的情绪 你看这次这个日本运动员的出现对我们都是很兴奋的 对不对 大家经过一次这个对抗 而且是有强度的对抗 你要上来全是全一上来就9比0 一会11比0全给淘汰下去 大家看这是有点没劲了 对吧 所以这次我觉得对整个乒乓球运动的就是再度提高是好事 允许几枚弄眼 运动员都有他的小怪癖 这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这样强度的体育运动中啊 它加强了娱乐性 其实是一个好 看着多开心啊 干嘛要说上去每个人脸色都特凝重 是吧 就是要有人出这种 还有人搞怪呢 没错 而且马爷我觉得还不是说是娱乐性 我真的里边看着真惊了 就是你如果说他那是日本 日本文化对吧 我在咱们运动员里我学到点 因为我的弱点心理素质 我发现呢 这次奥运会 我感觉中国的运动员啊 这个也有一种提振心气的方法 我发现他们爱喊 你看最后女排 就是女排前头输了 最后两场不都赢了吗 明显的喊叫声比对面的大 就是一旦打赢一个球 那帮姑娘们 我觉得是不是教练让他们 你为什么 你喊的是什么呀 你当年 他们说有人说好像说 有人都拼出这个音来叫 我学的不像 你喊的是什么呀当时 撒呀 为什么要喊撒呢 撒就是反正就是觉得 撒呀 多撒呀 这就是爽啊这个 撒什么意思 撒爽 撒爽 这是你小时候打球本能的吗 还是后来跟这个队里的传统都这么喊 反正队里头大家打球的时候给自己鼓劲嘛 他确实也喊 各种喊的声音都有 但是我觉得这个撒比较方便说的 现在羽毛球是不同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们说那个 徐老师真实毛儿 哈哈哈哈 说是那个 有有有有张 张继柯 张继柯喊的是 呦 呦的时候就表明什么 他在准备 嘿 然后他要是 长达三秒的 呦 帅 这就是赢了 哈哈哈哈 这么够杂 呦 这个就是喊叫声 嗯 是能够让自己状态 肯定 那肯定 一定是这样的 肯定 会时刻提醒自己 包括自己有时候可能还会自言自语 就是有时候你发现运动员在自我提醒 在自我提醒 你看网球是 看网球是最清楚了 就这些运动员 网球是最克制的运动 不到最后一分 他不能洗心预色 嗯 但是他打的过程当中 每一个球后来 他自己做的那个表情 摔拍子 自己鼓励 就说明他当时的状态 不过我的一个问题 我赶紧问 那现在专门我们要有人 扮演伊藤来培训练的 他也要搞这套花的动作吗 那倒不需要 那不需要 你管那干嘛呢 你就盯他的手就行了嘛 他万变不离其中 就把球里发出来 你管那多少那花样 你管那干嘛 你就盯他球就行了 因为我在想 要不然这个 永远他的球就那么几个旋转嘛 是吧 侧上旋 侧下旋 然后直着的转和不转 然后挤球 挤下旋 就他这个 勾球 勾球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球是这样转的 这个侧旋是这样转的 他无非就这么多的旋转 这么多的东西 你剩下你那个都不重要 剩下就是 这个 那勾球的 勾式发就这样子发的 这个旋转是这样过来的 你知道你该去怎么接 你就练就好了 然后这个左侧的 不要给他搞混了 侧选的 这个侧应该怎么接 然后平球的 转不转的球怎么接 机球怎么接 机下旋怎么接 大概就是 无非就这么多的 发球的旋转和变化 这么多年来 技术的发展变化 大不大 比方说你们那波 到后来他们这一波 到现在的人 除开体力的因素以外 就你打得过他们吗 就这些运动员 完全不一样现在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呢 是小球 现在换成大球 我们是21分 他现在11分 那么最大的不同在哪呢 就是小球对于我们的要求更高 因为小球的速度更快 旋转更强 大球就是为了看得舒服 对 大球反而呢 速度掉下来了 旋转也掉下来了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呢 技术要求没有那么高了 哦 那意思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那不是 那不是 那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呢 就是说像这样的 把这个技术要求降低 其实是主要还是有利于更多的人 能给我们能够有抗衡的能力 还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 你看他所有的这个比赛 包括解说 他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过去上来就是强调前三把 你看现在还有人强调这事吗 不重要 现在要强调相持 就是你后面能不能扛住 现在很难再说什么 八球抢攻这事了 没用 过去就发一个球 你回的不好 帮一把扣死 这事就完了 现在你千万不要想 这一把能扣死 你要这么想 那你就死了 现在运动员就是 就是他能够相持的能力 就是在被动 你可以在这个经常 就是十几个回合的时候 运动员在极为被动的情况下 都可以把球打回去 这在过去是很少看到的 这个 这关键在哪 刚才马爷说的是对的 这个关键在哪 就是他的技术的要求降低了 因为这个的技术啊 是中国队最强 就是我们玩技术玩的特别好 要是他不改规则 那更加没法打 那更的没法打 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技术玩的好 我们的前三板 我们的发球 我们的台内控制 就是这些小的东西 这些小的技巧东西 没有人能跟我们抗衡的 那么所以说呢 打小球的话 我们发球好 我们就抢攻 抢攻我们就可以直接就打死你 对吧 然后再连一个两三板 你我就是主动的 那么反过头来呢 这个别人就很难 因为技术是很难提高的 为什么他伊藤美臣在苦练 晚上不睡觉 多练练也赶不上咱们这个技术程度 这为什么呢 这技术差得挺远的 这技术很多东西 它是需要真的要好的教练教才行 真的是要手把手 要告诉你该怎么打 你的那个感觉 它是非常细小的 球感 球的感觉 细小的感觉是非常多的 包括技战术的这个打法 包括你的这个套路 我们讲 现在呢 刚才马爷说的是对的 就是什么呢 球一大了以后 就是现在的旋转掉了以后 你的发球很难 发得很转的球 那么发球很难 又很转的球以后的 抢弓就会带来很大的困难 所以现在形成了台内直接拧拉 可能大家可能知道这个技术 就是台内球直接用反手这样拧拉 啪一下 对 你看为什么以前没有 以前那个球太转了 不不不 你拧就掉一来 你起不来 你起不来 你没有这个手腕的力量 起不来 它旋转太转了 现在的旋转没有这么转 它这个力量是起得来的 所以说你看现在的是什么呢 上旋球比下旋球要多 原来我们那个时候 相对来讲下旋球还多一些 控制 你起不来吗 你只能摆短或者批长 现在都不需要 啪起来嘎嘎嘎就开始来了 怪不得 所以现在要我们年轻 要需要什么呢 需要力量 现在需要力量 而对你的技巧要求没那么高了 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 我们那时候必须要有技术 没有技术你根本过不了 过不去 你算是在女运动员里 你算是力量大的那种类型呢 我技术也很好 一样都不缺 那不能缺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了这个 你凭球的时候 凭他们球 我发现你经常说一个什么呢 就打到一个赛点啊 你要做运动员里